好的婚姻是各国各的 告诉你们一个真相 结婚是一个人的事 所有婚姻不幸的人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总认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什么老公不顾家 在外沾花惹草 其实归根究底 是自己一个人的问题 很多人都在婚姻中 想管好自己的另一半 却不懂得怎么过好自己 最好的夫妻不是天天如期死交 而是各国各的 在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就是两件事 一个叫信任 另一个叫依赖 当你对一个人产生绝对的信任和依赖时 你被他伤害的概率 就会大大增加 你可以和他有共度余生的愿望 但你也要做好 他随时会走的准备 晚上你在家包好了饺子 你老公说 我出门买点醋去 你出去三年 鸟无音讯 三年后回来说 醋买回来了 你就看着他说 哦 买回来了 那就坐下吃饺子吧 作为女人 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 自尊体系 当你给对方足够的自由 等他自由之后又回来 那他永远都是你的 自由之后 他不回来了 那他压根儿就不是你的 好的爱情状态 不是他走了 你就崩溃了 而是双方之间独立又亲密 相爱又自由 在一起后天下无敌 分开后还能各自牛逼 作为女人 千万不要费尽心思 去拴住一个男人 你只有不断地学习和赚钱 只有这些 才是你最扎实的 依靠和信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